西律 冰江疏怀 作者赵一曼 朗诵黄云 世智为国不为家 涉江渡海走天涯 男儿启示全都好 女子缘和分外差 仪式中正 姓故国 满腔热血 卧中华 白山黑水 除笛寇 笑看惊奇 红是花 赵一曼 在一次战斗中受伤昏迷被俘 在狱中 受尽敌人严信拷打 身体多处被火 烧焦溃烂 连续受到七个小时 跌行 坚强不屈 抑制严惩 斥责日寇的侵略暴行 下面是赵一曼 在牺牲前夕 留给儿子的遗书 宁儿啊 母亲对于你 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 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 烦满抗日的斗争 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母亲和你 在生前是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 希望你 宁儿啊 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 我最亲爱的孩子啊 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 就用实行来教育你 在你长大成人之后 希望你不要忘记 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1936年8月2日 于车中 你的母亲造一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